大家好 我是文瑞 今天是2020年的3月19号 以前我在我的视频当中提到过这样一个观点 就是说在这一两年之内 在中国社会发生的大的事情越来越多 发生的频率也越来越高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以前可能一年之内也就发生一件两件大事 但是现在可能就是一个月之内就发生很多 对中国社会对中共的体制冲击很大的这样的事情 而时间再往后推移 可能10天一个星期之内就发生很多这样的事情 时间点走到2020年以后 我们看到就是什么呢 现在大家都能感觉到 就是说很短的时间内发生这个事情是非常多的 而且这些事情它的影响面是非常之大的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 就是说2019年发生的那些事 当时我们感觉的时候 甚至或者说我们置身其中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这个事情非常大 特别大 但是现在我们对比一下 回过头来看一看 2019年发生的那些事也算不上大 对吧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昨天我看到一个消息 大家可能也都看到了 就是在北京 就是挂大风 北京和北京周边地区 挂大风 然后又着火这个事情 大家都看到了 就是挂风的那个场景 真的是挺恐怖的 像比如在颐和园里面 颐和园我去过 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非常美 特别是那个湖水 特别平静 但是我看到的视频的那个湖水 里面就是颤抖的非常非常厉害 大家可能也都看到了对吧 这给人感觉是挺可怕的 其实 然后包括在北京周边地区 那个着火 不是一个地方 好多地方同时着火 找到还很大 这个事情他很蹊跷 特别是这个风很大 这个大火借助这个风势 就蔓延的速度非常快 然后当然我讲到这儿 可能有很多朋友 他会觉得 文睿你就不要老是小题大做 大惊小怪 对不对 不就是找火吗 挂风吗 对吧 那火扑灭了也就灭了 对吧 风过去就过去了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你就拿过来说事 可能有些朋友会这么想 如果你是一般老百姓的话 你这么想也可以 但是在北京和北京周边 发生这样的事 我觉得对于中共的这些官员 特别是高层官员 特别是中南海的那些官员 他们的内心冲击是会非常大的 他们会觉得会非常恐怖 为什么 这些人他们做的坏事 太多了 对吧 有些事情大家老百姓 可能不以为然 但是这些中共的官员 他们就会很敏感 对吧 这些中共的官员很多 表面上说自己是什么 唯物主义者 事实上他们在背后 都在求神拜佛 都在这个算卦占卜 对吧 这个问极兄 很多中共的官员都是这样的 因为就是因为他们心虚 他们做的坏事太多了 就这些人 他们去求神拜佛 那神佛能保佑这样的人吗 做了那么多坏事 是不是这样 对吧 在平时这些人有权利 有钱 他们看起来 直高强的 但是现在呢 整个中国社会 就是内外交困了 对吧 这些人他们自己呢 不论是钱呢 或者是他们的影响力 大大的这个缩水 对吧 这个时候呢 他们就很在意 这个就是自然界发生的这一切 对吧 特别是在北京和北京周边 在挂大风的同时又找大火 这个事情的发生 我相信对中共的这些高层 内心的冲击一定是非常非常大的 对吧 你看他们好像挺牛 其实他们也就是人 他们的这种这个忍耐力 控制力 意志力 也是有限的 对吧 所以我觉得呢 就这样的事情了 当然最近这样的事情 发生的不是一件两件 对他们这种冲击 这种冲击的一定会最终作用到 这个体制的根本 对吧 心都乱了吧 那体制还能怎么样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就是最近呢 我呢 做了一个视频 就是谈到就是2020年 中共能不能撑过去 这样的一个视频 当时我也没有给定论 反正我的结论就是 中共它撑起来很难 一天一天 一个月 一个月撑起来都很不容易 我也没说2020年 中共一定撑不过去 这个视频做出来以后呢 就是很多朋友留言吧 在留言的朋友当中 有这样一类留言吗 我看到了 就是给我印象挺深刻的 就这些朋友呢 他们对待中共的这种感觉 跟我是一样的 都觉得中共不太好 都很反感 但是他们就说什么呢 说中共啊 说中国国内的民众啊 不会反抗 对吧 看到别人受到伤害呢 很多中国的民众 就是在旁边看 甚至连自己受到伤害的时候 他也不会去反抗 所以呢 中共呢 同志还会一直很久 他们还在讲 就是说 你看60年 这么严重的情况之下 老百姓也没反抗啊 然后后来文革 中国经济到那样一个程度 中共不都挺过来了吗 所以呢 你谈到什么 2020年中共会垮台如何如何 这个都不现实 他们评论是这样子 他们觉得中共 还能挺10年20年 甚至有人说能挺50年 有的人可能也这样想 对吧 你看这个 中美贸易战又能怎么样 对吧 加税又能如何 中共现在不是还在吗 对不对 香港民众反抗 又能如何 对不对 还有人这样留言 就说 大不了就闭关锁国呗 大不了就断网 大不了就回到文革 文革前 或者大不了就学习朝鲜模式呗 对不对 中共还是能维持的 他手里有军队就行 就是很多这样的观点 就是我看了以后呢 我也在思考 就是这样的事情 对吧 如果我是这样想 如果人力真不可为的话呢 那老天爷也不会 就是视而不见 老天爷就会有动作 这个我真是这么看的 对吧 大家现在看当下 这些发生的 这一切的一切的事情 大家难道没有感觉吗 没有感觉吗 就是中国的古人 包括君王都是一样的 发生了一些什么大事以后 这些君王会下罪己诏 一般的民众 很多人也会反省 会反省自己道德的缺失 对吧 但是呢 我们看到中共 他在做什么 他不仅没有任何反省 他还在做什么 还在说谎 对吧 变本加厉 对吧 倒行逆施 还在标榜自己的 这个伪光证 对不对 那中共这么做 我觉得 反正我是相信 肯定以后 还会有更多的事情发生 一件接着一件 对吧 他越不反省 他做的越过分 这样的事情 发生的越多 可能影响的面就越大 当然最终 就是可怜的 就是一般的老百姓了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呢 就是说这些年吧 中共他 中国社会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矛盾和危机 但是中共啊 他有钱呢 他控制他的维稳系统 把所有的这些矛盾和危机 都一直在压着 但是事情走到今天吧 一方面中共的钱也不多了 一方面就是很多事情发生以后 这个维稳系统内部的人吧 他也在想 他也在思考 对不对 很多人钱不到位了 就不愿意做了 或者是很多人呢 他在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 自己或者自己的亲朋好友也受到了一些影响和损失 他可能就是积极配合中共的这意愿呢 也就不那么强烈了 有些人呢 可能想配合 但是那个能力体力可能也跟不上 所以呢 中共 他控制自己的维稳系统 就那个控制危机的这个能力啊 就会越来越弱 越来越弱 那这些以前的大大小小的危机呢 也会一个一个跟着出现 就是这样的 所以呢 其实从现在的这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 我真的感觉中共啊 好像真的是挺不过 这个2020年了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我这里面说一下 就是最近我做视频 谈到2020年的时候 我经常说成2002年啊 这个很多人给我提出来了 我把这个纠正一下 就是我说的是2020年 好几次说成了2002年 现在嘛 就是说 大家应该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说一旦中共 没有了以后 大家会面临什么 我们会面临什么 然后怎么解决 用什么样的心态 去面临这个情况 当然事情很多啊 就现在我首先能看到的 就是什么呢 物资短缺 时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啊 就是很多其他东西 比如什么 什么高楼大厦呀 什么高铁呀 什么汽车呀 什么手机 这些事情都没有用 最核心的就这么几点 第一 就是吃的东西 第二就是干净的水 第三就是能源 这三样 对吧 但这三样呢 中国就一般的年景 中国都是不足的 吃的东西 食物和能源 都是要大量进口的 然后淡水呢 也资源也不是那么丰富 那么以后会是什么样 对吧 特别是今年这个年景 很多人也都谈到了 这个也不是我在谈 可能到秋天 年末 吃的东西 真的就会大幅的短缺 到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情形 中国人普遍有一种不安的心理 对吧 可能有很多人 他们通过自己的能力 对吧 或者自己的关系 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 会占据大量的物资 会是这样的情况 对吧 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一般 比如说我们资源短缺的时候 可能我们比如10个人吧 我们每个人一斤大米 对吧 这样大家勉强能够维持 或者是在正常的一个情况之下 比如说我有10斤大米 然后剩下的9个人都没有大米 那我把我的大米分配给他们 然后这样的话 总之在这样的一种理性的环境之下 哪怕是遇到困难 我们也可以一起走过去 但是中国社会是这样吗 中国社会现在本身物资就短缺 对吧 10斤大米都不足 那么中国社会现在可能就是7斤大米 对吧 7斤大米它分配还不均匀 可能有一个人就拿到了5斤 有一个人拿到了1斤 剩下的8个人可能就一起才能分到1斤 那这8个人的生活将是一个什么情形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这个我就是很简单的吧 就是把中国社会可能面临的这个问题 给大家讲出来 而且这个问题还不是说 在未来的三五年以后才能出现 不是这样的 可能很快大家就会有感觉 我看新闻的时候就感觉到好像很多地区吧 已经开始有感觉了 因为我毕竟不在中国 我可能对很多事情看的也并不是那么头 但是我就看新闻的一些报道吧 很多人反馈出来的那些声音 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苗头了 而且这些事情才是刚刚开始 在未来可能会越来越痛苦 那么到底有多痛苦呢 那咱们大家就看看历史就知道了 看看历史发生的那些事情 就是不要觉得这些事情在当下不会发生 不要觉得这个事情跟我们没关 我是80后 就是80后90后00后 就这些人沟通的时候 就是我会有一种感觉 因为你就像我虽然小时候也很穷 但是起码吧 就从80后往后这些人 起码过的还是都是可以的 物质上也是比较丰富的 然后算是过的还是挺幸福的吧 这些人 对吧 因为孩子也少了 父母也比较这个金贵 对孩子来讲 对吧 这些人就总是有一种很天真的想法 就觉得好像不会那么就难吧 大事不会发生吧 我们肯定都能挺过去吧 甚至还有很多人 到了当下这个情况之下 还在相信政府 相信中共 对吧 那这样的事情呢 我看到了很多 这个呢真的是很难办 真的什么事情 现在我跟你讲 什么事情吧 它发生的时候 往往都是瞬间发生 你可能就是说觉得 今天可能还挺好 第二天突然一切就全都变化了 对吧 这个其实我面对很多很多事情的时候 我都是有心理准备的 比如大家看我吧 就是我现在已经 就是停课已经一个多月了 那这个事情 就是说在去年大家看我做视频 大家能想到吗 谁想不到的吧 但这样的事情都是小事了 我指的是可能有些大事会突然就发生了 可能就走到你的身边了 就是听我视频的每一个朋友 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的朋友 你想想你今天的境遇 是你一个月前 两个月前能想到的吗 你可能想不到 那么两个月三个月以后 你会是一个什么境遇呢 你好好想一想 好好想一想 现在你可千万别再指望政府 指望共产党 他们是不会为你考虑的 所以呢 我希望我说的这些事情呢 这些痛苦都不会发生 但是我觉得 我现在是很悲观 这些事情可能陆陆续续都会发生 对吧 所以大家都做好准备 特别是家里面的成年的 像我这样的中年的朋友们 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 这些事情发生以后 起码你在心理上能够接受它 然后把家里的人都照顾好 反正就是昨天我看了那个 刮大风啊 还有着火的那个场景呢 就是心里面有这么多感慨吧 真的不是什么好的预兆 行 今天咱们就聊到这 咱们下一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